這是我肖骨肌 然後我就嘔吐了 然後我的縫線裡面就爆開了 好你們看我聽單一個好不好 我真的不要親啊你們看 越南混ABC 它整個妝容也是變了很多 靠化妝 對靠化妝進步很多 歡迎收看FCR34 我們周圍很多朋友啊 小時候都會說 我才不要整形的整形 那不通通通通費錢 但長大會是病的 真的耶 我們歡迎這三位來賓 耶 嗨我是雷伯莉 我是有蘭達 我是Joda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未看 先猜他們動過哪裡 對我們先看Joda好了 因為我跟Joda認識 超過十年久 我們現在Joda以前的照片 哎 這不是同一人嗎 這不是同一人 蠻漂亮的吧 而且你知道這個有點像誰嗎 長得很像國中以前 男人緣不好的風紀鼓掌 對 吵什麼吵啦 說安靜點啦 選那種人 那你覺得Joda動的哪裡 我覺得喔 下巴是全定有的吧 全定有的 可是我看這個看很弱 我覺得下巴是一一 你應該沒有看眼頭吧 沒有啦 只剩下眼頭沒破 你都做過了 你也沒說鼻翼吧 沒有 所以你只會鬧一直動過下巴 還有那個 但還有加減肥吧 對不對 小時候這裡比較碰 打肉毒加減肥加打下巴 然後就看有點會拉差 小學人才反正都流失了 然後中部就出來 可是硬要菜 我覺得他 你有沒有動過胸部 還蠻大 他中部從以前就做個梗 喔 你知道以前他叫什麼嗎 他不是叫乙文嗎 然後他叫他乃文 好像很討厭的男生會取的名字 乃文 好啦 Joda他以前到現在差多少 1到5分 5分就比較嚴重 1分才很不嚴重 我給2 我給4 他整個妝容也是變了很多 靠化妝 對 靠化妝進步很多 好啦 這我是覺得是漂亮的 那也是漂亮 有Manda以前的驗招 好 你們看我替他一起的 好 你們怎麼把我替我替他 是帥的 是帥的 而且越南混ABC 哪裡來愛店 那你覺得越南動過哪裡 我覺得這嘴唇是一定有 一定有補東西 而且是補大概5CC 沒有那麼多 我以前嘴唇的 你不要超愛看嘛 下半應該是真的吧 下半有膽一點點 鼻子 鼻子差超多 三根縮鼻翼 你有縮鼻翼 肋骨 對 那他肋骨去補這個 哪都補鼻鼻鼻頭啊 可是我覺得鼻翼真的要說 我覺得人要精緻的怕鼻翼才是 那你覺得我要說鼻翼嗎 你要說三遍吧 可是我跟你講 我去醫美診所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醫美診所我的鼻子是歐美 沒有 他這不敢幫你做 歐美是什麼 黑人 瑪莉歐吧 那麼大一個 可是你那個開始他不敢做 好啦 我覺得他現在也是因為靠化妝 然後他整個頭髮流長 然後臉筋就開始變了 而且有點想像越長越過分 他現在長得像XG的人 越長越過分 我知道 超過分 XG這個團團 然後唱對不對 你看 是漂亮的嗎 是漂亮的 我剛剛有像這種感覺 真的蠻像的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大魔王雷普利 雷普利 你的以前的驗照 以前的驗照來 好精采 我先猜你有 斷牙齒 你們猜我哪裡沒有弄好了 拼痛吧 很多吧 我真的沒有說鼻翼 有說眼痛嗎 耳朵有切骨頭這樣做嗎 切去甜 所以是切鼻孔 還有開眼頭吧 開了亂七八糟 你真的開到什麼是要雲林那邊的 我就是開了又關 開了又關 就無辯 為什麼不是講這樣子 後面大家整形前就是 確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不要跟風 那你是跟著誰的風講 我看了又關 我先未看 我先猜應該是Ivanka吧 那我可以問你 為什麼你們會想要整形嗎 聽歌怎麼會啊 唉唷 好保守的答案喔 就是想要看下一個 欸我的很瘋欸 我這韓劇看太多 就要長得跟著英雄一樣 那你太瘋了 真的是超更瘋欸 對 但是我覺得三個人整形的 前後那個氣場都真的有變 那我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好了 反正我們不是有一個朋友叫Yu 然後他以前就很愛打什麼三根 對不對 人家其實也是一個 我有這種 欸照片在最後 我們去工作的時候 然後不是有些女生就是那種 自己就沒有長長看 就是愛別人說 欸你幹嘛愛整形 什麼之類的 後來去Yu 就知道怎麼回她嗎 她就說 欸我哪像你啊 那我不要臉長這麼吹不整形 沒有羞恥心 沒有禮貌 沒有什麼說三根 你記得嗎 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也是他帶我去的 對 我去的時候也是他帶我去的 欸不是 他以前是我的客人 對 他說拿阿拉那一間很便宜可以去 對 今天都是沒有業配的 對 對 那你們在醫美的時候 發出過這種好笑的故事嗎 好 就是因為我在醫美的時候就要等很久嘛 然後等很久的時候就會聽到他在 醫生跟客人聊天 然後客人就會說 醫生我想要 這裡下巴我想要再打近一點 再打近一點 然後醫生就很難說 這裡是地球 你要好有地球人的樣子 你要像火星人 醫生講話很真實 對啊 他也有講話很真實 那你有什麼好笑的故事嗎 我嗎 好 就是我肖骨差點死掉 真的假的 對 反正肖骨完之後 一切都是很順利的 就是回去 可是我的胃就有點不舒服 因為是那個止痛藥 然後沒有吃飯 然後我就嘔吐了 然後我的縫線裡面就爆開 因為我一旦用力 所以他縫線就是爆開 所以我的鼻孔跟嘴巴打出去 然後我就自己壓著 然後叫救你車 然後住在SU住了一個禮拜訪 插管 他怕我整個腫起來連那個 對不到你呼吸 對對對 他直接直接把我插起來 好嚴重喔 好嚴重喔 這個 真的不要這樣 有趣的故事 對 好有趣喔 對 好好笑喔 那你這樣一削 請問他要多久才會恢復 其實恢復真的很快 是 可是削哪裡可以再說一次 我全補啊 你全補原本是這樣子嗎 我全補原本是這樣子 這樣 就用奪文具娃娃的樣子 對 電腦說這樣 我削完了還是這樣 人家一直都覺得 我有打拼過一次 那你覺得他有必要削全補嗎 要啊 要啊 我自己覺得 要 好不猶豫 你覺得他要削全補嗎 可以硬要削好不好削一下 那你們覺得我最大縮比一嗎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不用耶 你覺得不用會怎麼 因為我覺得 縮下去比一又不太對耶 我覺得縮了可以接到一些精品的業配 整個超精緻 我還沒那麼瘋好不好 那你們就是整完之後 人生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沒有整之前就是一個路人 就是人家不會多看一隻眼 可是整了之後感覺 工作運用比較好 外型又比較驕傲 這樣子 因為有人打電完鼻子 他就說他鼻子化妝都不用那麼像 對對對 就是我在就是Jag的時候 妝就不用那麼的濃 就是可以越來越淡 嘴唇打後一點 看著 嘴唇比較誇張 我真的是很怪喔 就是人生第一個男朋友 就是剛整完的小走完 就叫到可不可怕 你說你那時候長得可怕還是什麼可怕 我說這件事想要 喔這件事不可怕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在他還沒鬥進去 你就擔心了多久 對 而且這個人原本就認識了 整熊莉馬跟你交換 那你有後悔整哪裡嗎 最痛的時間 後悔就眼頭髮 因為他開了又關了 他怎麼開了又關關了 開了又關 這是一個 還可以關嗎 現在是關 你那是關嗎 好像玩一個什麼遊戲喔 現在這是開還是關 因為我覺得太激烈了 對我雙眼皮也磅過 他又慘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是一陣子又迷戀單元皮 這陣子看到了哪一個誰 這樣子 然後想要跟他一樣 要跟份 對啦 可是現在就找到自己 想要的樣子 就是固定好這樣 所以你現在就想關 就好 我要關 那我問你們 如果今天給你們免費的 整一個部位 你們會想整哪裡 我還想餓 你又沒怎樣 我覺得這裡進去會 最突然 對啊 我也是 你沒有啊 有 真的沒有 你真的想看過 真的 有 因為他下巴都已經打到 一飛天了 他嘴巴還是覺得 我懂他的意思是 整體比例下來 你真的是醫美諮詢師 真的 真的 這個是一做就好 還是要一年兩年的東西 一做就要休息兩三個月吧 對 三個月吧 然後還要戴牙套什麼 我那有練到嗎 我應該會想要削 削的 你削的 不用了啦 不用了啦 我跟你講下面有一堆人說 不要削 就有免費就是削 有免費就是削 可是這不是歐美角嗎 對啊 我都要特別化耶 你這個角 等你老了一點的時候 開始肥了 他就這麼就不見了 是嗎 不會變成他緊急的樣工嗎 不會 就是阿公但是沒有那個 那你咧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弄的辣了 喔有 我最近也是跟他有一樣的問題 嘴吐 冰的沒弄的辣 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嘴巴吐 可是你也有打紅尿蛋的嘴唇 可是我有劍嘴唇 你還縮唇 我還縮唇 你縮唇嘴巴還這麼大 我不是說你還講秘密 我說你嘴巴還這麼大 為什麼嘴巴還這麼大 人格的 對啊 我還說兩次耶 那我可以問三位做過鼻子的人嗎 嗯 就你們現在鼻子已經是有家計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有一天去玩那種 刮水道然後鼻子睡 通常你們會鼻子就歪了 是不會 可能比基尼我也非常貪心 真的啦 喔 做完鼻子再也沒有辦法了 趴著睡 然後去按摩 那個床一定要動 喔 那你覺得今天三位誰就是整完最划算的 就是 真的改一生 雷鼻弟吧 那如果你們今天三位是整形醫師 然後你看我們兩個 你會想要推薦你們兩個整哪裡 哇 來你先說他 就是這個嘛 我覺得顴骨要 我覺得顴骨不用 你也嘴吐啊 你也嘴吐 有啦 下巴還偏短 喔 我下巴才還偏短 因為你嘴吐 他沒有嘴吐 因為他嘴吐會感覺下巴不夠長 你嘴巴進去 鼻子跟下巴就這樣更好 好我丑我去殺 那你們覺得我咧 謝謝大家包辦 我覺得沒有什麼要改的 三根深起來看看鼻子會不會太大 太大在說鼻 喔 而且你說完鼻會看彩簾比較大喔 我這不敢說鼻 我就說完鼻像鼻鼠子 鼻鼠子 拜託你鼻子 我 我倒想看看了 不對啊 我鼻鼠子 好啦那你最後 螢幕前沒有自信想整形的觀眾 你會想說什麼話呢 對 就是不要走我的冤望路 一直盲目跟風 然後你想要微調還是幹嘛 都可以 不要說我一定要像某某某明星還是什麼的 那樣子去說 就是 就是你不要長得自己 就是長得你不好看 然後說要整個派瑞希西一個頓之類的 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 可以掛哪裡好看 對 那你咧 想清楚 就是先想清楚 所以你真的有需要嗎 對 如果真的需要就去針 然後要諮詢好 可是我跟你自己講 我覺得就是想著就先去 不喜歡再修改 所以長這樣子欸 沒有就是 我長得一點修改 就是如果有想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去試試看 不要一直 然後想 可是又一直不去 對 沒有人不需要整形的 都去 我就說 沒有人不需要整形 想編不要讓就整形 他會是有這一派的 而且我覺得整形要趁年輕 而且你知道我們不是去打那個音波嗎 然後你知道音波 我們就講說音波先生說 一定很美不用打 然後我就說是喔 然後醫生說什麼 他說可是我跟你講 你現在30歲你臉不往上拉 你到35歲你這樣往上拉 拉上去 我第一 我人生第一次打音波是22歲 你好前面喔 然後就每年都打 你看看你現在臉那麼 對 然後很瘋喔 而且雷伯利是那種 有什麼新的醫美肌症 就越來越越越濕 對啊 然後又要花錢消波 最近打 最近打 好 最近打精靈症 這是業配 刺激叫你蛋白症 然後會一直讓你飛 會飛上去這樣 真的有用嗎 立刻被勸敗對不對 因為就是 年紀到了 面中有點為他先去補面中 對 你就是這種 對 對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打精靈 你先小鼓 好啦 你先幫我代班兩個月喔 那我順順說比一啊 你們一起消失 好我們幫他們代班 好 好啦 最後有什麼想要宣傳的嗎 你們最近發生什麼事了 好這都我的IG 你們呢 有什麼事業 就是物媒問生 物媒 但是聽說已經排到很兇 對啊 還要年中 而且你不是一個月只接兩三個客人 一個月只接二十個 沒有展開 兩看很模糊 因為他真的很會物媒 對 因為你真的要物媒的粉絲 一定要找他物媒 但是你又有本質 你拿了那麼多時間 可是變狀王現在就是有比較少一點 對 就想要轉型物媒 膩了 沒有膩了 沒有膩了 那您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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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會看到我 好啦 謝謝你們今天來 以上就是志祺內容 拜拜